大家好,我是Peter 我们先继续来实现hash的一些别的功能 上时我们讲到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contents,对吧 我们写了hash function 然后有contents 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元素再不在里头 那么add里面我们先判断是不是contents 对吧,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这句话就不用写 说明我们这个已经 已经做好了 我们这个测试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我们怎么add呢 我们首先index 先把它印到一个bucket里面去 如果这bucket是空的 那肯定没有问题的,就会往上加就行了 加了以后就直接往上加 如果这个bucket不是空的 那么我们就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代码呢,其实我们可以改进 因为如果contents说是force 它没有里头的话,往下走的话 我们首先就可以把这个呢 我们首先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写在外面去 我们首先肯定要加个新元素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新元素 好,如果这个denow的话呢 我们bucket index呢 就等于这个什么 就等于这个current node就完事了 后面就不用写了 这就比较简单 如果bucket index等于now 它是空的 那么我们就把current的复给这个index 如果不是空 那么就是current等于 不是空的话 就是应该这样的 那么这个他的next 在currentnext等于bucket index 然后这个换过来 代码看起来更漂亮一点 然后再加加,对吧 好,我们现在把上面的代码呢 我们再测一下 是不是这样 034 这没有问题 我们把代码改良了一下 把add代码改良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下面来print这个set 我们写一个 部位的printset 对吧 我们来printset 怎么printset呢 很简单 然后我们要勾出路 就那么这是一个bucket array 我们可能要勾出路bucket array 对吧 for int i 等于0 i小于这个capacity 啊 i++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写node current等于bucket i 对吧 那么 while current 不等于now 它等于now 我们就不用管了 等于now的话 就往下跳 我们不等于now 不等于now的话呢 我们就打印它的value print current.value 对吧 加一个空格 然后current 等于current.next 这行了 最后呢 里面呢 打一个 打过来 所以大家看到哈 那么这个呢 是这样的 我们打印出来的话呢 呃 是外面一个for loop 里面呢是一个 go through一个link list 这个过程 啊 然后每次呢找这个bucket 啊 我们这里呢打印一下 啊 然后set.print set 我们看打出来是多少 你看 打出来是15 5 5 8 9 看到吗 我们可以看出15跟5呢 是同一个bucket 啊 15 就把5 89推进去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打什么呢 呃 这可以看到啊 它打出的顺序啊 跟我们插入顺序不一样 我们是add 58 15 9 对吧 58 159 打出来是15 5 89 啊 我们还可以去呃 加一个新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set add 1 啊 1在最后加 所以说我们加速过程呢 除了把对付去的话 我们加58 15 91 啊 58 15 91 那么你去看看 这个打出来是多少啊 是1 15 5 89 对吧 啊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headset吧 它不能保证这个插入的顺序 我插入的顺序是什么呢 插入顺序是5 5 8 9 15 啊 58 嗯 是多少 我们插入顺序是5 8 15 5 1 对吧 5 8 15 9 是完全面目全非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无法去 我们无法写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写这个public imt get index 对吧 这个方法呢 是work的 not working的 啊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index 什么index概念 它是一村子不同的bucket 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不太写了 就是说我们要说这个set呀 arraylist 就是hashset跟arraylist 或者linked list 有什么差别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就是它没有index概念 啊 我们打印的时候呢 它也不算它是次序打印出来的 像我们的 我们看过以前的arraylist 跟linked list 你怎么插入的 那么它就怎么打印的 那插入顺序跟打印顺序 是完全相同的啊 好 那么这是print的过程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啊 是 remove remove的过程 remove 我们一会儿再说啊 我们remove一会儿再说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这个 我们写的这么多啊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what is the criteria of hash function hash function 写的什么样子比较好啊 我们在写的hash function呢 做了一个磨操作啊 做了一个磨操作啊 磨的profacity 那么这种hash function 应该写的还算比较好的 它可以均匀分布 如果是随悉的一些数啊 随便打乱的一些数 比如100啊 15啊 78 67啊 54啊 这样的话呢 它应该是能够均匀分布在0到10 9 这10个bucket里面去的啊 那么哪些是不好的hash function呢 不好的hash function 也就是相当于这种hash function 如果 我不写lutern这个 而我lutern一个什么呢 lutern0 我就到0号bucket里面去了 那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我 我不管你什么value 它对应的bucket都是0号bucket 那么从1号到9号bucket 是完全无用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所有的原生都放到0号bucket里面去了 而这个0号bucket实际上是个linked list 于是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就讲hash set is deprecated for a linked list 对吧 它就退化成一个linked list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退化成linked list的话呢 它的什么add的过程呢 都都不会很好 因为它要 它要做contents 比如说我要 我要查这个元素是不是重复的 是不是包括这个元素 是不是有的contents操作 比如我要查100个元素 100个元素 1万个元素 那就得通过这个linked list 一个一个去比 一个一个去比 那当然是不好 当然我这么写的话 会不会影响我们代码的质量呢 不会影响的 我们代码的内容呢 应该是还是对的 还是035对吧 这个顺序变的 这19 你看我们它的顺序是58 1591 那么它打算的话 但是倒许的19 1585 对吧 就是说 我的哈希方向前写成什么样子 其实并不重要 啊 这什么样子并不重要 那么它 我改了哈希方向前 它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它不好的地方 是使它的效率啊 很多啊 当然我们这里的这个秒数 你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数太少了 如果我要插入什么 比如1万个数 100万个数 那差别就很大了 我们这么来说吧 啊 我们可以不防啊 我们自己呢 可以试验一下啊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啊 我们呢 1万个元素 这1万个元素呢 都是互相同的啊 那么我们就往里面插入 那1万 它是0.45秒啊 0.45秒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呃 然后呢 我们把它去方形改一改 改成以前的啊 改成这个 我们不要这个鲤探0了啊 你再来转一下 0.22秒 看到吧 还是1万 看出这两种 当我态度变成1万的时候 就是说 我态度变成1万个元素的时候 如果你用一个fix的 这个link list 啊 fix的一个那个bucket 那它实际上 退化成一个link list的 那么它的插入过程呢 会变得很慢 因为它每次判断contents 啊 它和我们link list不一样啊 我们link list是 如果我们仅仅是link list 不考虑是不是duplicate 我们就往里面插入就完了 我们不管了 就往里面插入 那是很快的操作 我们知道 如果纯粹link list很快 但是我们这开设就要保证 没有duplicate 没有重复的元素 我们就要首先扫描一遍 看它用contents 少一遍 看它是不是有重复元素 所以那个耽误了很多时间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差异很大 这是0.22秒 这是均匀分布的这个hash function 如果是不均匀分布的 就变成0.45秒 差了一倍以上的速度 啊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慢慢看出 我们定义一个hash function的标准是什么 要尽可能的 均匀分布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不同的bucket中间 不要使得某个bucket的数字太多 使得这个contents 这个操作太慢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好 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上课我们来讲remove 还有一些 还包括rehash的问题 remove和rehash的问题 我们下上课再说 好 好 好